幫我 感謝來參加OpenDesign 然後這場是由WomentakeMakers主辦 然後就是用這個議程軌 WomentakeMakers是Google非營利組織之一 然後所以就是我們會辦很多 Google技術性活動或者是到心靈雞湯 所以都可以大家可以來參加WomentakeMakers的活動 然後外面有QR Code可以掃 然後竟然這個空間就代表大家都認同DEI的文化 那DEI文化就是多元、平等、共融、學習、包容彼此 尊重大家的跟你有不一樣的想法、觀念 這樣可以嗎?竟然就代表同意了 所以那我們不耽誤時間接下來交給 把時間交給CoastCup的燕燕 嗨 大家好 我是CoastCup的燕子 那相信昨天 有些人可能有看昨天閉幕應該有看到我 就是我其實是目前今年度的實習的總召 正在實習怎麼當一個總召 來去hold一個這麼大的一個活動 那同時我也是一個開源的長區的一個參與者 那我其實通常都要通常是他Promoter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背景是做資訊傳播 等一下會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的一些背景 那變成是說我是2013年掉進了CoastCup的這個很大的坑裡面 那下面有我的Email 或許我們等一下可以有些交流 那今天的話呢其實 可是題目呢其實是在想講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CoastCup就是這也是個我覺得很多開源社群 或說很多開放這些相關的資訊社群常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有一堆各種不同的很厲害的工程師們 可是在這些專案裡不一定有厲害的設計師們 那接著呢我覺得這邊的話會稍微講一下 我怎麼會當時怎樣一個起源去想到這件事情 感覺好像可以去稍微思考一下這件事情 然後對我們整個CoastCup團隊的一些困擾是什麼 還有就是目前我現在暫時有提出一個 我們目前試著嘗試做看看的一個解決 那當然有一些期待啦 當然我也是想聽聽就是 因為對於CoastCup在主辦一個這個相對比較去中心化的 沒有一個應該我們算是多中心化的組織 因為每一個社群都有自己去hold他自己的一個視覺 然後他一個自己的一個活動 其實大家每個check都有一個個 像必須很感謝EVA在這一個 在open source design這個check 是把它做到真的覺得是 完全是超乎了本來我們自己的視覺 那當然其實看到每一個鬼 甚至有些鬼呢 也這一年度也試著的拿著我們去公開的一些 視覺做了一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滿開心的 那所以今天其實算是一個 也是一個嘗試 然後也是想跟大家聊聊 或說大家有些建議也可以給我們這邊 或說大家可以期待看到 或說你有想到什麼 你可以跟我做一些分享 好 那其實起源來說的話 我自己本身讀的東西 讀的科系也不是那麼純的設計系 我是讀自信傳播系 那會做設計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家是做印刷的 然後做印刷的呢 而且我們做印刷的就是 是做的更罕見的凹板印刷 大家知道什麼是凹板印刷嗎 而且你的鈔票就是凹板印刷印的 對 那摸起來可能有一點點凸凸的 比方說像如果大家有認真摸過 你那個飲料上面的蜂膜 它也是凹板印刷印的 你摸摸看 你摸得出它油摸的 一點點凸出來的觸感 對 那我覺得其實我們家 因為我們家做印刷的 然後我爸可能就是可以看著那個蜂膜 然後跟我講它是C多少Y多少 然後我爸小時候無聊可能就會丟這個 你跟我講那個多少 他就會拿出一個翻大鏡 在那邊看這個玩點 然後我小時候小六的時候 我爸可能他就會丟那個奇怪的圖 你給我練一下那個杯子 因為我小時候有猜到過那種電腦繪圖比賽 然後因為我們電腦繪圖比賽 那時候都是自己交檔案上去 他們不知道是什麼用東西做的 然後呢 那時候因為我等於是用AI畫的 Adobe 雖然就畫了 然後結果交上去之後 那個學校說只能用小花膠 超痛苦的 總之 就是是因為這樣的一個背景 我有做過印刷大概的重點 其實我後來也沒有真的去瘦太多 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讀了科系 也不是真的純設計的系 所以都是靠著家裡過去的一些基礎 然後爸就有去做這些發印的相關的 因為大照印錢是非常煩的 而且很多設計師的檔案是 設計的之後是沒辦法印的 這是一個 我們常常在第一線在做印刷的 常常就是會要 像我那時候我大概是高三 高二高三開始就是在家裡打工 賺自己的學費 然後呢就是會幫忙去做 非常多檔案的一些拆檔的時候 就發現開始去練那一些 搭照就是不要以為你做一張圖 做出去是這個顏色 可是實際上我們在印刷廠 我們要把這一支的東西 拆成可能好多不同的色板 那拆成色板 雖然說以拉有些功能會幫你分色完 可是分色完之後 色跟色這樣怎麼疊 才是合理的這件事情 其實這都是 其實是手工藝 這個有機會再跟大家做細部的分享 對 好有點 就因為這個背景造成了 我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然後因為其實我09年 就已經有開始參與Cost Cup 然後參與那時候是 單純當會眾 然後呢2013年的時候就是 那時候不小心想說 欸 當這麼多年會眾了 感覺我應該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應該可以來試著奉獻自己看 可是那時候因為我還沒有 那時候其實沒有加入Cost Cup設計的團隊 而是加入了Cost Cup的場務組 結果場務組當時呢 我們同一組的夥伴 場務組當時呢就是在場務組裡 然後因為剛好那一年 我們主要的設計師Muka 他去報效國軍了 對 可是呢 在那個過程中 他有一次放假 沒辦法放假 就是那次因為颱風來 他沒辦法放假 然後就說需要有緊急的救援手 幫忙做全部印錢的東西 那我就掉進了Cost Cup的坑裡 然後就開始做了 大家所看到的這一堆東西 對 那當然我們現在有一些 新的一些設計的夥伴 那其實我覺得對於Cost Cup 我覺得最痛苦最痛苦的點 就是我們不一定每年都有設計師 雖然我一直都在這裡 可是我也不可能做全部的東西 我相信 我相信看到 我看到有GNB社群的人 對 我們在10周年有遇過 就是要在每一個地方 都永遠有設計事情都很累的 然後Cost Cup的設計是行銷組負責的 所以有一種覺得每年都要從新開始的是什麼 然後總是各組都要突然舉你說 欸 你的主視覺是什麼 今年的主視覺是什麼 然後就不斷的要去討論這件事情 實在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然後接著可能網站組的人 就會跑來問說 欸 你們行銷組建議到底要不要改 有沒有要改主視覺啊 就是一個 這個不斷的開頭的過程中 我覺得是一個蠻消耗大家的心情跟能力的 那 可是其實常常有時候 我覺得我們自己在做檔案管理的時候 有時候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常常檔案打開看之後就發現 欸 這個藥膽很肥 你根本也不可能先上預覽 因為其實像如果大家有用就是說 剛剛好像有一頁簡報 不知道為什麼它不見了 那其實呢 在這個過程中啊 就是 好 它顯然不見了一張簡報 沒關係 就是簡單來說 其實在這一頁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個起源 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那時候 這一次呢 今年會好好的來去回顧一下 過去CostCop的一些設計的東西的歷史 其實是在於說 欸 某一次就是我們在討論一些 討論東西的時候 有人很想要復刻某一個當年的一張貼紙 然後就發現 欸 我們的檔案管理 跟大家都找不到當時的那個原始檔案 那當原始檔案在誰那裡 然後我們為了找那個原始檔案 就找了很久 找了很久 甚至去預覽了很多地方 然後我們本來的專案管理 可能就是開一個一個資料夾去找 可是大家根本就已經忘記了 那些東西在哪裡了 所以今年才會有這樣的一個專案 然後因為當時是Bob提出的 欸 其實這件事情的發生 是在2016年的時候 我前一次當行銷組長的時候 就是Bob就有提出說 欸 他想要復刻哪個東西 可是復刻不出來 找不到檔案的時候 那時候我才開始去認真的整理 從我加入之後的 可是加入之前呢 真的還真的蠻難考古的 因為他可能就是藏在各個設計師的電腦 因為檔案太大 而且在早期的時候 甚至這些Google Drive 或者是正早期我們可能是用桌Bus 就是這些不同的平台之間 大家都沒有好好的去做 檔案的管理這件事情 那另外其實在行銷組 我們常常也被賦予了一些 一個很煩的一個重複的工作 那這個工作是什麼呢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每一年看到的 每一年Costcap的官網 最底下會有什麼東西 會有巨量的logo 可是這個巨量的logo 常常都在那個排版上 真的就是一個排版上的地獄 因為每一家的logo長的形狀都不一樣 可是我要怎麼讓它看起來 在上面是和諧的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處理到 我真的是超級崩潰的 每一年這件事情 而且像底下那個排版 然後我們今天交給我們 新的設計師去做的時候 他就底下那大板板 那要把它排到 看起來每一家logo是和諧的 而且它有一個排版邏輯 比方說我們的三組有規定 當你是那個鑽石級 鑽石級的logo 必須是黃金級的logo兩倍大 然後或是說黃金級的logo 如果大家仔細看 其實它的整體 整體佔的面積某種程度 是有這一個小小的一些 層級上跟Mega上的差異 而且我放這些logo的時候 我又不能去違反他們本來 這一些logo的guideline 這是一個我覺得 非常痛苦跟麻煩一點 然後像這一排大家的logo 現在看起來可能相對和諧 可是在原本最初的狀態的時候 可能看起來是個不和諧的狀態 那也就是為什麼 就是在這個時候 然後我們就要常常做一件事情 我們就要不斷的轉檔出logo 就是比方說有可能有的logo 我稍微今年等於 我就設了這樣的一個guidline的文件 就是600X400的這樣一個guidline的文件 比方說它如果是一個公司超級高的logo 因為我們預告那種超級高超級高超級高的logo 我們就會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去頂天立地到它的天地的地方 那有那種左右套場的 就是它左右的邊界 那原則上如果大部分的logo都符合這個比例 那我們就會講說 大部分都是在這個四個網格的範圍內 去做這個部分的一個轉檔 那如果它是接近方格的呢 我們也有拉了一個上下的 這樣一個75p手範圍內的一個規範 所以大家如果回去看 目前在官網上 或說像社群頁 因為我其實社群頁 我本來沒有守備到 因為這是一個今年度Costcoff 新增的一個頁面 就是有這個新的頁面 然後本來呢 我某一天就是 總召無聊在逛網站的時候 就看到天啊這一整頁的 為什麼全部的logo的大小是不一樣的 然後就非常的崩潰 然後就稍微寫了這樣的一個 Canvas的一個樣本 然後去把它做了一個統一 所以那當然呢 就因為這樣子 後來就思索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前面剛才講的那個起源 我們一直沒有好好整理之道 這件事情好像在Canva給了我一個想像 因為Canva它有一些組織帳號的一些功能 那有這組織概念 好像我們可以更有效率的去管理 跟看這些組織內的 就是一些相關這些設計的素材 那同時 它也有 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也看了一些 國外的一些研討會 甚至會把它整套CI的部分 就是它的整個 希望講者怎麼去做的一些 當然今年我覺得心有餘而力不足 就是可能只做了很少的一部分 先我們自己內部的東西去做一個 整體的一個規範跟整體的統一性開始 那可能我也沒有很用力的宣傳 所以以至於大家 大家也可以點進去看看 可是我覺得 目前我知道的是 我不知道到底 因為我有在FB上放出去 然後目前自己CodeHub內部也有放出去 大概是有三十幾個人 加入了我們這一個 裡面可以去看這個素材的一個組織 大家也可以試著點進去看看 那原則上呢 就我們這裡面目前所共享的呢 有包含了 我們經驗度所看到的各種不同的文章 那因為以很具體來說呢 我們在CodeHub常常會發 各種不同的這種 史性呼籲的文章 所以我們就做好了一個 史性的呼籲框 那我們基本上也發下去 盡量也是讓我們的一層組 或是其他各種不同的組呢 他們要發這種各種文的時候 有一個這樣預設好的框可以用 甚至有活動的公告的東西 或訊息公告用的 那同時我們 像我們為了今天 大家常常會看到一些 OPAS跳出來的訊息 或者說我們在射程網上上 我們也有做一個緊急勾槓的 統一的版型 那前陣子巨量的一直砸大家的 各種就是我們的開源大耳屋的一個宣傳 我們也有做這樣的一個版型 可以大家做使用 那像這幾天一直有一些港安贊助商 因為我們贊助商的 因為贊助組的每個人 也不一定是有設計背景的 贊助組通常都是 通常會是很會做跟大家做行銷 跟推廣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今年度呢 試著就把這一些過去的素材 去把它做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就是 應該算是今年度的 要去做一些版型 去做這樣的一個管理 那等於有這樣的一個頁面 有這樣的頁面以外呢 我們也把我們底下 跟大家往下拉走 我們也把過去用過的素材 全部公開出來 那因為今年度 我大概就是花個心力 先整理個三個 就是包含今年度的 還有就是過去某一年度的 然後等一下也帶大家 稍微看一下 那今年度其實 在我們今年的設計師 他非常的厲害 他其實是一個超級繪畫3D的人 所以大家有注意到 今年的主事學 其實是一個彈珠台 他其實超精細 所以我一直想要逼他就是 不是 我想要請我們家的 就是請我們的 今年的就是我們的組長 我們的行銷組長 麻煩你再多 一些就是這些彈珠台 不同的角度 他其實這裡面非常的精細 如果大家有點開來看過 我都會覺得說 精細到一個 我覺得 你可以把它拍更多 不同的角度給我嗎 我想要左邊上面 上下左右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目前的許願 大家如果覺得不錯 等一下也可以在我後面 有個許願的地方 大家再許一次 因為我希望 今天這個視覺 可以見這個視覺 可以繼續往下長下去 那 明年還可以再 對 我希望今天這套東西 你 因為他大概花了兩個月 刻那種彈珠台 對 那我覺得你刻這麼辛苦 然後你上面畫了 這麼多新的元件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 而且他上面的那個 單字台的版面 其實結合了過去 三到四年的 各種不同 視覺曾經出現過的元素 這是 而且是過去 有人畫過的 小插圖 這種東西 他其實很厲害 是個極大層的一個東西 然後等於是 他也把一些他的元件 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那你拆一些元件給我 那我們這些元件 就同時有用 Canva的共享資料夾 那因為 有些 我剛才講 我們過去是用Google的 Google Drive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也有Google Drive 去把我們這些素材給釋出來 那目前我們是暫時是先以 CC By 4.0 然後Costcard 2023 Marketing Team 去做釋出 那因為 現在有一個狀態 就在於說 更早之前的 我們有時候 我雖然已經整理完了 其實我已經從2012年 一路把一個一個資料夾放好了 可是 我要做一個這樣子公開的頁面 其實也還蠻花時間的 對 那因為這個 除了彈珠這個議題以外 他還有一個這個 忘記講他彈珠還有另外一個 第二個部分 還有這個 這支我們的小桌 還有四小桌好朋友 他有各種不同角度的彈珠的球 因為我跟他說 那你要各種角度 所以他就RAN了 就是這顆小桌 不斷的滾動的時候的 各種不同的照片 所以你看到的 基本上在場面上看到的小桌 是有各種不同角度的 對 所以我們常常在做一些 做一些版型的時候 就會出現 我們會出現這種 他們可能會相互對望 或說有些版型是 他可能只是單純的看一下之類的 我記得像這邊 就有一個對望的 對望性質的版型 因為他有幫我們做好 就是很多相互的素材 那 就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也會把 就是期待就是 這個東西既然第18年了 我覺得應該是好好的 可以就整理一下 那 因為剛才有講到一點 就是其實過去 因為 不是每一屆的設計師都有這個 都有這個 就是 想法是說 他願意把他的素材 這麼的公開 甚至是 當大家如果你要做這個公開之前 你要確認你的授權是乾淨 真的是自己做的 因為像我們過去 之前Bob請我 開始去做整理的時候 我就整理到有幾屆 我看起來這個設計超厲害 他可能用大量的葉子 去排出很漂亮的 Toscop的圖騰 可是那葉子 他有用到商業授權 這時候很麻煩的一點就是 這時候這個東西 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說 就沒辦法直接做使用 你沒辦法 應該說 你沒辦法再去做 像我們剛才講 如果我們要做開放設計的時候 我們期待他是要 用CC授權釋出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會很麻煩 因為我們並沒有這個權利 我們只能自己用在自己的這一段 可能印完衣服 如果世貌有印象 我們有一點衣服後面 是用葉子排成的Coscop 那張圖我超喜歡 可是就是很可惜 當時原本的授權不夠乾淨 沒辦法 所以下面我目前有試著想要這樣整理 就是像2013年的時候 我有把各個 因為那一年我們想要印製提代 所以我畫了就是大量的各種 有沒有開源神獸 把open source相關的各種不同的logo 畫成類似神獸的樣子 所以然後這個檔案我是有公開 因為這個我確認 因為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我很確認這個是很乾淨 因為是我在研究所的時候很無聊 一直在塗鴉 把這些塗鴉又把它上色描成圖 變成是素材的 因為之前有把它 之前如果前幾年的貼紙交換區 都是這些貼紙 因為2013年一路發到 其實去年的把它發完 對 然後另外有這個是 是我很確定這也是很乾淨的一個素材 是我們有一個攝影組的志工 2016年我們那年主題叫龍通的時候 我們拍了巨量的葉子 因為我們那一年我期待 我那年期待的是 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大自然的感覺 不要再繼續是 都是那些很像亮感的設計 因為可是其實雖然也告訴我們 因為為了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是拍了巨量的各種不同的葉子的素材 可是這些葉子素材我覺得後續 還是有在用 像今年有一些設計 還是有偶爾拿出來再做一下 所以歡迎大家也可以取用 因為這些葉子的素材都還頗高畫質的 大家可以試著宰下來用用看 那因為後來就看了一下 回頭來看一下 整理這些年來 真的很乾淨的 完全可以直接open出來公開給大家的 基本上就這兩年目前是最乾淨的 那其他的可能 我覺得我還有一些授權的疑慮 還正在很痛苦的 也不算痛苦 就是一個希望就是可以慢慢的解決 然後慢慢的 其實也期待了某種程度的說 剛剛已經講的這些素材的故事 其實期待的是說 我們過去Costop的視覺有 越來越多元 越來越多各種不同的東西 我們可以怎樣去做整合跟發展跟延伸 那像比方說 像今天我們就有跟 像我們這一次就有跟我們的設計師尼瑪 有稍微討論一下 或是我們情交組內部也有討論一下 是不是我們可以做一個大市集的概念 就是反正市集本來就會有五花媽門的感覺 那如果假設我們市集 從今年可能這個 這一個夜市的概念往下走的時候 夜市本來裡面就會有彈珠台 那你可能彈珠台再往下走 可能是旁邊的一些周邊 那這時候你就不用 你就不會把你的彈珠台給打掉重練了 因為彈珠台你還可以繼續的沿用 然後像今年其實我覺得很開心 下面好像有我們行銷組的夥伴 喔 我看到了 對 就是 就是 今年度因為它的東西相對3D 可是它又沒有去援出更多不同的角度 所以以至於我們很多其他輸出 又是我們各個的 各個的夥伴呢 它又看著它的彈珠台去做出 比較像亮感的一些相關鍵 像大家可能會拿到的貼紙 或說我們身上背後的一些相關的圖 之類的相關的一些地方 其實都是變成是又要再重新做這些 那其實已經長出了非常多 這以這個東西為基礎的東西 我們期待還是說這彈珠台 或說這邊其實有點開放式問題 想要說大家也稍微去做一些討論 等一下後面會 想要說或許大家有些意見也可以給我們 那另外就是說 對於這樣一個開放的政策 我覺得對於我們的志工道職的時候 其實後來我才因為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發現到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從來沒有一個文件 或是一個地方去明確的跟全部志工說 你在這邊的奉獻 理論上是CC BY SA 或CC BY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沒有一份文件明確的去講這件事情 我看到後面有紀錄組的夥伴在偷笑 沒錯 因為今天今年紀錄組 我們為了 今年紀錄組有幫大家拍非常精美的那一個 照片這件事情 可是拍照這件事情 你拍的作品必須被CC BY SA 或怎樣這件事情 有些我們並沒有在一個明確的志工報告的流程中 去把它給定義下來 所以真的要做這件事情 或是其他研討會 或其他有做志工管理的一些夥伴 其實這個可能在授權上的基礎 我覺得也是提醒大家 是要去做一個 記得有這件事情的 那記得要跟所有的志工 先說好你們之間一些默契 好那本來應該還有下一頁 可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按不出來下一頁 那基本上本來有一個題目想要就是 看大家有沒有一些意見 會給我們 或說 或許這種整合idea 或是你有什麼更好的一個 可以往下整合的idea 想說大家也可以提出來 對 那先謝謝大家 是 對啊 我這一題我也是我這一次是剛好 對我剛好也要講我這個網站其實就是純粹用 CAMBUS是把它架出來的 那 如同 如同就是這位夥伴所說的 確實 因為我覺得很痛苦 因為我這邊基本上還整了那個google drive 所以它變成說我要自己有點自幹性質的 把各種不容服務去 mudge起來才會看起來是一個可以 每個人他自己管理東西的方式 那我覺得是慢慢的 期待是剛好框架現在架起來了 大家如果之後釋出 可以用這樣的一個邏輯的釋出 這是一個我經驗度的一些期待 就是 然後當然因為目前我們 不是每個行銷組員都知道這個系列 因為是我在做總操組的時候 就剛好在思考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是不是可以怎樣讓這件事情 往下運作會更加便利 對啊 好 那大家有沒有意見 有沒有一些建議可以給我們的 好 沒有 沒有 這是一個希望也是跟大家多多交流 大家如果有興趣加入我們 也可以懷疑我們 就是繼續一起來幫這個視覺發展更多 或說 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幫我們想 我要怎麼許願這個幹柱才可以有什麼其他角度 對 好 謝謝大家 許願池在哪裡 許願池嗎 本來是後面應該是有一個開放問題的時間 對 大家可以直接打在共筆上 你覺得可以怎麼樣去做 或是你想要許願哪一些不同的角度的彈珠台 我覺得可以在共筆中也幫我去留下 那我覺得這樣就可以更明確的 跟我們家組長去做一下許願 對 好 謝謝大家 等一下 等一下中午有那個BOF活動 在411教室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那邊 12點20分 可以在午餐去那邊吃 然後可以交流 交朋友 既然都來了嗎 好 下午活動1點 開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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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